大家好 我是時光發合的Able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周標示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希望看完之後給個like和follow我們 你的like和follow是我們製作這些video最大的動力 上一集我們講了2021至2022年10隻 我最喜愛又買得到的好標的頭五隻 今天我們會講成餘的五隻 在選擇這些碗錶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有些criteria 第一是碗錶一定要漂亮 這個比較主觀 因為我覺得它們漂亮 第二就是這些碗錶 希望都可以用工價買到 不用炒價 第三這些碗錶都要有一些比較特別的feature 可以在設計上有些是在功能上 第四這些碗錶全部的性價比相對來說都應該是比較高 第六隻我們選擇出來的碗錶是 Senev Defry Skyline 這隻是Senev為了在luxury sports watch 車華運動錶的市場競爭而設計 生產出來的碗錶 這也是一個全新的系列 這碗錶本身我自己覺得它是做得非常漂亮 還有它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功能 我們先看看碗錶的設計 它的標殼是八角形的標殼 配一個十二邊形的一個 bezel 標圈 很有立體感 而且也是很時尚的 標盤最吸引人了 總共有三種不同的顏色選擇 有銀白色黑色 還有比較時尚和醒目的藍色 它上面還有一些四角星的圖案 這些星星全部都是扭空在標盤上面 不是私印也不是機黑 也是一種比較特別的處理方法 看起來是很有立體感 而這些四角星也是Senev的其中一個標誌 Senev因為它們很出名做高震頻的機芯 所以它們做了一個很快速的小秒針 這個小秒針每十秒鐘就會轉一圈 即是每分鐘它會轉六圈 看起來這碗錶很有動感 至於一體化的鋼的錶帶 它的設計也很漂亮 除了這些拉絲的打磨之外 它的膊口位全部都做了倒閣拋光 這碗錶搭載了Senev自己生產的 三萬六千鑽的高震頻機芯 它都可以維持到有六十個小時的動力 一體化的錶鏈還有一個快變的系統 是可以方便由鋼錶帶轉換成為 它隨錶附送的一條橡膠錶帶 定價是六萬六千五百元 GivenSenev一個比較高端的品牌定位 以及這碗錶的製作和設計都比較高級 所以這個定價相對來說就是合理 第七隻我們選擇的碗錶是Tutor Black Bay 58 925 我選擇這個碗錶其實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它用了一種很特別的物料來做它的錶殼 就是925純銀的錶殼在現代碗錶來說真的很少見 我自己就沒有見過 在Pocket Watch的年代偶然我們都會見到一些用銀做的錶殼 因為銀這種物料比較特別 雖然它也算是一種貴金屬 但它貴又不夠黃金貴 硬又不夠鋼硬 也不夠鋼打磨起來那麼閃亮 至於輕也不及鐵鐵硬那麼輕 因為銀這麼罕見那麼少有 就真的特別是買它特別的 這碗錶也是Tutor本身一個很受歡迎的系列 Black Bay 58 還選擇了用一個39毫米值 比較中性的尺寸 我自己就更加特別喜歡 這碗錶是配上Tutor自己生產的 有COSC天文台認證的機芯 它是有70小時的動力 以Tutor來說這個價錢就不算便宜 不過因為銀的錶殼那麼特別 Tutor也說他們的銀經過特別處理 不會像一般銀那麼容易氧化 我們都要相信它 這個定價我覺得相對來說比較合理 第八款我們選擇的碗錶就是 AORUS的Retangular Collection Automatic AORUS是專門做機械碗錶的 亦都是中價位定位的一個品牌 今次這隻長方形的設計是一個 Art Deco 裝飾藝術風格的設計 我自己很喜歡這碗錶 最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它的錶殼做得很漂亮 它不是一般的長方形的錶殼 旁邊那裏是有兩級的一個錶殼設計 全部做完拋光 看起來好像一個手式一樣 還有它有四種不同顏色的錶盤可以選擇 有紅色、藍色、白色和黑色 我們看看錶盤 上面用了一種特別的字體的阿拉伯數目字 在六點鐘的位置有一個小小的人力槍 很骨子 但是我自己覺得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這隻碗錶有大三針 以一個Art Deco 設計的長方形的碗錶 很少會做大三針 它是搭載了一個 ETA 自動上演的機芯 定價港幣15,300元 這絕對是一個非常合理的定價 因為這個碗錶的製作水平是非常之高的 第九個碗錶我們選擇了就是 Cal F. Buchara 的 Monero Peripheral Big Day 我自己很喜歡 Peripheral 這一種 環形擺佗的機芯 最主要是因為這種環形擺佗 除了可以令到機芯本身可以做得薄一點之外 它亦比珍珠鎚更加順利 另外一個就是我完完全全地欣賞到機芯的運作 還有Cal F. Buchara 這次的機芯本身的建築性 是做得很普遍的 而且打磨亦做得很細緻 觀賞的價值是非常之高 這碗錶有很多資訊 除了一個大日曆之外 它還有一個小秒針 還有一個星期 還有一個Power Reserve Indication 四種不同的資訊 加上時針和分針 它可以擺位到完全不會重疊 總體來說我覺得它的設計都很花心思 還有這個標盤也有兩種不同的顏色選擇 有灰色和有冰藍色 我自己比較喜歡冰藍色 這碗錶的定價是七萬三千八百元 我自己覺得就貴了一點 不過因為有一個Ferifero那麼特別的機芯 我覺得我也會選擇它 第十款Hamilton的PSR MTX Limited 一千九百九十九隻 這款碗錶不是機械碗錶 是一隻Cross的Watch 為甚麼我選擇它呢 你看看這碗錶你就知道 真的是一隻很酷的碗錶 我會覺得我見過最美的一隻實應碗錶 這碗錶本身是復刻70年代的時候 Hamilton的第一款Cross的碗錶 叫Pulsar 這碗錶是一個枕形的錶殼 很簡單的 時間的顯示就是得時和分 如果要看秒鐘 還要按旁邊的按鈕 它只有這麼多東西看 但問題就是它整體的設計 就給人很特別很型的感覺 加上它是為一套電影 叫做The Matrix Resurrection 而做的一個特別版 所以因為這套電影 它裏面的字幕是用綠色的 所以它就用了一個綠色的LED的設計 綠色配黑色的PVD的錶殼和錶鏈 出奇合襯 加上錶底蓋的一些雕刻 仿效在電影中的字語 定價差不多是港幣8千元 如果以一隻Cross的碗錶來說 8千元是絕對不便宜的 全部都給大家 希望裡面都有你自己喜歡的款式 如果你有什麼意見 歡迎你在留言告訴我們 這個星期的一周標示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